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案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俄乌战争的问题 现在俄罗斯和欧洲两边的力量 都希望可以拉拢中国能够促成和谈 较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中国可以安排一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双方都会参加的和平会议 希望藉着第三方的国家促成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意思是说俄罗斯就想请中国出面 而且是基于由中国所提出的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上 希望可以摆平俄乌冲突 而拉夫罗夫更加强调 我们赞同中国的立场 首先就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 和保护各方的合法利益 并且在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基础上 达成后续协议 至于拉夫罗夫更加认为 理论上是可以加快地政治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当中就有一个条件就是 西方必须要停止向乌克兰继续输送武器 令乌克兰停止继续进行任何的敌对行动 而且越早停止输送武器 就能够越快地开始政治解决俄乌冲突 拉夫罗夫更加说 我们俄方已经之前表示过 包括由最高级别的层面都说过 俄罗斯依旧对外保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西方需要明白 俄罗斯强调是和平 而不是停火 或者所谓冻结冲突 停火是没有意义 因为敌人会利用这些机会重新集结 从拉夫罗夫的口吻 可谓突显出俄罗斯如今很想和谈 而且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求和 无论拉夫罗夫如何修饰他的外交辞令 都好核心始终就是俄罗斯想和谈 而较早前普京访华期间也表示过 会支持以政治解决烏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而他更加认为中方是很清楚烏克兰问题的根源 以及所带来的影响 普京还更加说过俄罗斯很愿意和谈 并且承认当前的现实的基础上 俄罗斯对于和谈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但是就需要照顾俄罗斯的利益 而上周《路透社》也有一则报导 根据俄罗斯方面一些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 所说要在维持着当前的战线作为分界线的基础上 普京准备通过谈判停火 而现在俄罗斯还未完完全全控制得到乌东四地 尤其是在南方的杂波罗尔和赫尔虫 都还未完全控制得到 但是如果按照如今的战线进行划分的话 也就是说俄罗斯就未完整获得乌东四地 虽然俄罗斯的攻势仍然继续 但据说普京就认为有今天的战果 已经足以向俄罗斯人民交代宣布胜利 而普京也很清楚 如果要再发起任何一波大规模的攻势 那俄罗斯恐怕就需要进行新的一轮动员 如果这样就会在国内造成一定的恐慌 而且穆斯福的高层已经是一种想法 而且这种想法已经很明显了 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的冲突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 再继续下去的话 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能够转弯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最好就能够保持着目前的战果 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而目前俄罗斯控制着 欧兰大约18%的领土 而这些领土大部分 都是从2022年上半年就打下来的 只要能够这些新占领的领土成为既定事实的话 那不单止足以向国民交代之余 更加给到克里米亚上多一层安全保障 因为这样 真能够成功在陆地上连接着克里米亚 另外 如果又能够保持现今的作战分界线的话 也方便俄罗斯将来再找藉口 发动新一轮的特别军事行动 因为以目前的战线来看 它是很接近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等的大城市 俄罗斯的炮弹可以在这系列大城市的射程范围内 但是如今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呢? 如果我们看回去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态度就较谨慎 只是口头上支持中方的立场 现在过了一年了 俄罗斯主动提起有关中方的立场 以及希望要求中国可以促成和谈 所以从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得知俄罗斯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实现停火的 不过当中最大的变数就是 美国快要大选了 假设大选之后 特朗普重新上台的话 特朗普就说过要在一日之内解决热难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真的能够做得到的话 当然最好更加不需要找中国来帮忙 但是世事又怎样可能这么简单才可以? 俄罗斯也需要多买一份保险 所以现在俄罗斯主动希望中国帮帮忙也是很合理的 好了,讲完俄罗斯这边 我们又看看西方阵营又怎样 根据老透社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报道有关 中国就不会参加在6月份与瑞士举行的 湖南和平峰会 那为什么会拒绝相关的要求? 原因就是有部分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条件就是俄罗斯和湖南都应该需要参加这次峰会 而根据外界部分人毛令也表示 中方很重视由瑞士所举办首届的湖南和平峰会 而且在今年年初以来一直跟瑞士各方面 以及其他各方保持密切的交通 而中方也始终坚持国际和平会议 应该要具备俄罗斯和湖南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地参与 对所有的和平方案都进行公开讨论 这三个重要要素 否则很难可以对恢复和平发挥任何实质的作用 而毛令更说 中方是要求公平公正不针对任何一方 体现近期在巴西共同所发表的 《关于政治解决、湖南危机的共识》之中 也反映出国际社会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关注 而根据国方的反映和所公布的会议安排 中方所提出这三个要求恐怕就难以实现了 而且会议的安排和中方的要求 以及国际社会普遍的期待有明显的落差 中方因此就难以参与了 并且已经通知了各方要求他们 考虑一下中方的关切 而中方也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劝和速谈和国方保持沟通 共同以整治解决 湖南危机及累积条件 据说 瑞士将会在6月15至16日 举办首届的湖南和平峰会 不过俄罗斯没有受邀请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没有计划参加这次峰会 而目前中国和巴西也在考虑另一套和平方案 很不幸 涉士的各方、国家都没有一个 避免出席瑞士这次峰会 恐怕这个峰会现在就已经变成空谈了 我认为瑞士倒不如直接取消这场峰会好过 不然的话只是聚集一大堆人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说两说 然后就吃点饼 接着就和平散去 那是毫无意义毫无意识的 同时也代表着在湖南危机这方面 欧洲毫无牙力可言 为什么呢? 因为俄乌冲突本质上就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 那哪两个大国呢? 就是俄罗斯和美国 你欧洲只不过是无端被美国一起卷下水 所以今次在瑞士举办这届的湖南和平峰会 也要请不到各方大国一起来参与 其实就真的毫无意义的 那倒不如不要浪费时间做一些实际的东西 和不要再向乌克兰继续输送武器 不然的话这场战争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不过更为令人遗憾的就是 根据最新的消息 北约已经决定支持湖南使用来自北约所提供的武器 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 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成员国应考虑放宽对湖南使用北约武器的限制 容许湖南使用北约武器直接向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 还说这样是不会令到事态升级 这个斯托尔滕贝格真的很好战 他除了经常要求西方各国尽快将武器送到湖南前线 现在还希望西方各国容许送给湖南的武器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 相信很快应该会被容许 当一些北约的武器可以直接向俄罗斯本土打击的话 意味着俄罗斯需要在武力上再升级 也就是说会导致整场冲突升级 看来俄乌冲突暂时没办法放平 虽然不少国家都希望这场冲突尽快结束 但在美国来看他们就不想这样做 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遗憾 看来这场战争也不会那么容易收货 相信起码都要等到今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后 俄乌冲突才可能有望解决 当然最好在美国大选前 就由中方能够促成各方和谈 而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 也具有相当的外交影响力 现在更获得俄罗斯的支持 都可以算得上成功的一部分 至于乌克兰 对中国的态度到目前仍然都表示得非常谨慎 希望中国可以运用它的影响力来影响俄罗斯 我相信中国目前也在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 但问题就是很冲突 如果缺乏美国的参与的话 那就很难能够解决得到问题 至于美国的态度 由于目前美国普遍对中国都利慢着极为负面的情绪 更有不少美国政客多次批评 中国有在背后支持俄罗斯这场战争 这些说话的噪音是冒助速成和平谈判的 而且只会带来更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相信在这件事里 无论欧洲也好 俄罗斯也好 甚至乌克兰也好 大家其实都想和谈 但现在唯一不想和谈的就是美国了 不过美国自己也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尤其是要处理好大选的问题 还有就是美国送了这么多武器给乌克兰 如果现在就停战的话 那美国送给乌克兰的武器 不就完全浪费了 但是现实就是 你乌克兰根本就没办法 是有能力打得赢俄罗斯的 如果继续将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的话 打击也打不完的话 恐怕就会持续地对西方的经济 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而还有一点就是 要知道这些欧洲的问题 本身就非常复杂 中国虽然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也不能将各方的责任揽上身 尤其是现在处于冲突 各方的立场都非常僵持的情况下 所以总体来说 虽然中国目前努力发挥现有的外交影响力 因为要能够促成和谈 这个不能够单靠中国在外交的努力 这个也取决于美国目前的态度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